結果他們提案 竟然是針對在野黨的個別委員 也就是我 說我們要調查蔣萬安 要認定他是違反 你要圍剿我 你要圍攻我 沒有關係 但是人民吃的權利 絕對不容踐踏 我是捍衛到 他們要多數暴力也可以 這足以證明DPP 民進黨在立法院 是多麼的橫行霸道 結果他們提案 竟然是針對在野黨的個別委員 也就是我 來說我們要調查蔣萬安 認定他是違反 那當然先不談細節 就說立法權已經凌駕司法了 就是說是否違法 這當然是 你可以去提告 你可以把我送去委員會 由法院 由這個 軍委員會來調查 你絕對不能透過 因為你在立法院的人數多事 人數暴力 就通過一個提案 然後針對在野黨某一個委員 而且你是候選人 我想他們當然是 你是候選人 因為一定要政治操作 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我要講的是說 今天 民進黨你所有的委員 利用這個專案報告 在立法院的場域 你圍剿我一個 我無所畏懼 我也不會低頭 但是我會堅定的捍衛民眾值的權利 這是我身為立法委員 我的職責所在 所以我想我會持續到底 我會要求 衛福部要求政府 你要公開所有 當時審查高端EUA 還有再跟高端簽約整個過程 我們當然代表人民 我們要監督 我們要了解 因為現在 包括高端的財務報表 包括審計部 我們一件資料 其實都顯示出來 高端當時每一季的價格 還有當時EUA審查的過程 其實當時我們提出的很多質疑 結果現在都成真 也到頭來就是一場空 譬如說 我想光姐知道現在 日本已經開放 然後他們只認定國際任何的疫苗 所以在台灣打高端的民眾 很抱歉 你就是要自費3500做PCR 你才可以進日本 結果我們發現民進黨政府 他的補救方法是什麼 讓這些打高端的民眾 補打3劑國際疫苗 但是我跟光姐講 這不是補打 這是重打 也就是說打的高端的民眾 你基本上 你跟沒打一樣 所以現在要重打3劑國際疫苗 所以當時你 衛部你是怎麼給高端EUA的 你沒有做3劑實驗 你就緊急給他EUA 當時我們不斷的 透過質詢提案記者會 他們一樣就是 哎呀這種 必動就輕不願回答 好那現在事實證明 我們當時的質疑都是真的 那你確實就是打高端的民眾 出國有困難 或沒辦法到某些國家 我們當然要回過頭解釋整個過程 因為你知道嗎 台灣的EUA審查 高端EUA審查是沒有錄影 美國其他國家都是全程直播 結果他們竟然沒有錄影 那為什麼要黑箱 這是民眾知的權利 我想這件事情其實很清楚 我還是必須要把這樣子的例外規定 公佈出來告訴大家 其實絕對不是像衛福部還有民進黨政府所講的 所有事情都是保密的 所以因為它不是絕對的機密 它有例外的規定 所以今天我們立法單位要求你要提供 你基本上照這個例外規定 你是要完整公開 讓我們來監督 讓民眾知道 就是他如果要打講話就繼續打 為什麼要撤案 有這個轉折 為什麼有這個轉折 是誰評的 剛剛因為我就趕到這個節目來 我不知道他們後來協商的過程是怎麼樣 後來民進黨就撤案了 就撤案了 但是我很清楚 我在最後一個發言 我說前面很多委員他們有從法理上面 還有包括立法權司法權在討論 但是對我來說 不管今天民進黨你從中央政府 衛福部官員指揮中心到民進黨 你整個黨團包括柯建民總召 剛剛也跑來我們衛環委員會來監督 你要圍剿我 你要圍攻我 沒有關係 但是人民支的權力 絕對不容踐踏 會不會捍衛到底 他們要多數暴力也可以 這足以證明DPP 民進黨在立法院 是多麼的橫行霸道